昆蟲新世界 哇 好像走到树丛里的感觉 被向那道光 有模拟的手电筒诶 好可爱哦 被向那道光 有一个沙坑 可以给小朋友玩哦 这沙坑还蛮大的 今天不是假日 所以没有什么小朋友在这边 你看 又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放风 一个很大的沙坑 故事馆里面居然有一个茅草屋 然后好多古时候的东西哦 你看古老花色的碗盘 现在看其实还觉得蛮漂亮的 这就是刚刚看到的梅花鹿 掉在天花板的梅花鹿 这个是山叶虫 因为它的背部有两条沟 然后看起来像分成三片 所以称为山叶虫 它是最早发现的昆虫 这边啊会手打招呼 动物就会过来咯 鱼体多瘦了会会手 这边还有一个小剧场可以看耶 进去看看吧 入口处 佐镇化石园区 旁边是一个小学 还附设幼儿园 自动售票机 英文中文 韩曲中文 日本语 韩语都有 那来买一张票吧 全票一百 又带票七十 半票五十 可以用信用卡 悠游卡 一卡通 爱金卡 哦 iCash 好 那我们就用卡片来买吧 可以进了 当然 正如说 你 好 麦 每次 你 比较 这个是鸥鸟 草鷹 你猜猜这是什么 是یکlan可 鳄鱷魚的土仙 前面小隻的是十竹鴨 後面是切蛋龍 會去偷蛋的龍哦 這個叫做異翅龍 钟龍跟大比龍 後面這個是鈍皮魚 台灣瑰寶 這個叫做德伺水牛 在十萬到一萬年前 水牛 昆蟲新世界 这有模拟的手电筹耶 好可爱哦 可以像它道光 晚上常常看见昆蟲在灯光下飞舞 昆蟲为什么喜欢在灯下活动呢 灯而扑火难道不危险吗 因为很多夜行星昆蟲都有 缺光性喜欢往光的地方移动 花花世界 会听到蜂蜂蜂的飞舞 这利风的声音很好 这边呢都会有小吃事点 那人叫做一只利风 一次只能七半三到五毫克的花蜜 才一共生的花蜜要飞行 二到四万次 真是滴滴皆辛苦啊 这种的昆蟲缰粉 哇有的虫好大只哦 根本都没看过的虫 超行虫 这颜色太圈利了吧 这个蜻蜓 蝴蝶 蝴蝶 这个是昆蝴蝶的副眼 你看一个一个就是他们的小眼睛副眼 这边可以模拟昆蟲眼中看到的时间 这个是山叶蝴蝣 因为它的背部有两条沟 然后看起来像分成三片 所以称为山叶蟲 它是最早发现的昆蟲 再看一下这边是昆蟲区的环境 这边还有一片留言板 昆蟲的图案 可以在这上面留言 看一下他们写的什么 我的画的图好可爱 我小小朋友画 到此一游 我们准备捕捉一次 同时 你可以查看右上方的冠蟲 捕捉指南 查看没哪些冠蟲 还没找到 准备好了吗 现在 就让我们随着日夜的面画 来搜集不同的冠蟲吧 精神的武器舰队 远方的暖蟲面冒出正式来源 阿迪正在渐渐的思想中 小星红 有时多可别的群聚洪水 富含光蟲的吸血 加上周边的命运之物 实现适合蝴蝶吸血的环境 一起来找找看七成 可会出现的蟲类 与其他昆蟲吧 这边是一个360度的花心剧场 这里面有一种很生灵其境的感觉 可以抓昆蟲 下一楼 遇上了雨滴 这边是这下一楼 可以看到各种的画室 象类的画室 蟲类的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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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啊 会手打招呼 动物就会过来咯 举起着手 会会手咯 他们好像要走过来咯 他们好像要走过来咯 蟲类的画室 蟲类的画室 下次不知 继续看看骨枪鸡在海中 因为物质物色最后被写在上死亡的过程 愤在一天不后的过程中改造身体不适 请留出个流程 骨枪的骨枪将开始 骨枪等大型鲸鱼 然而对这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隔险死亡的精神案例也越来越多 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围到海底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任务相机也且在海岸上 您的赏资质场 鱼场间 别忘了您随身期待的东西 谢谢您的赏赏 还有这个刷子刷一刷 刷一刷等一下会出现什么呢 刷刷看 鱷鱼 今天我们继续玩二刷试看 三刷三刷 今天整个战地蛮大的 总共有五个刷 我看一刷已经看了一个多小时了 二刷是布施 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 一些希腊亚文化的介绍 希腊亚文化他们的宗教神职人员是女性担任的 称为安仪 然后希腊亚族击败祖灵 一些希腊亚族的东西 他们的衣服 这一段让我很惊讶的是 父女36岁以前不准生小孩 希腊亚族的父女36岁以前不能生小孩哦 如果不小心怀孕的话 会被女祭司安逸施行堕胎 后来荷兰人来了以后 堕胎的习俗才渐渐消失 故事馆里面居然有一个茅草屋 然后好多古时候的东西哦 你看古老花色的碗盘 现在看其实还觉得蛮漂亮的耶 碗盘 一些农耕的用具 牛丹 牛铃 这个是什么 倒麻糬的吗 还有夏雨天穿的鱼衣 这个好像是类似婴儿床吧 婴儿床 竹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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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生活好淳朴哦 这个是捕鱼的鱼楼 好漂亮的楼梯哦 我们继续往上走 这里整个布置都感觉好用心 上面有一个漂亮的天窗 然后往下看 地上就是玛雅巷的装饰 刚好有人早上来 今天还有影片介绍花石爷爷 欢迎光顾 花石爷爷 咱们再一次 这次在菜喉家 欢迎花酒 欢迎花酒 很非常欢迎 反正我来做菜籍 在那冠军 会员的 高清 菜油 压 都有到一定的 在那里面说 台灣陸地歡迎的某柳瑞和接種統計的法舟 以來主定出土的相介給我們 前後法舟研究研究後 我繼續參加實體採集和困難的工作 給大家跟我求助是法舟阿公 有一次無人敢在家政經典省的做廟宜就無程 继续往前走吧 出来就看到 这边是什么 好大的一棵树 外面的庭院 继续往三管 刚才我们已经参观完了一管两管 其实每个管算是小小的 继续三管生命研化管 生命的起源 独特的地球 哇 丰富的海洋世界 乌龟 不只海洋 还有天空的 空洞在这里吊起来给你看 这一只鱼长得好凶喔 下面是恐龙 有兴趣的话前面有一个屏幕 可以慢慢看 三叶虫 增长期域 鱼石头 鱼石远 孔鱼 一齿龙 这我刚刚看的应该是一齿龙 这一只吧 三二一 肺鱼是一个活化石 然后它除了可以一般鱼的鱼塞呼吸 它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它也可以类似肺鱼的样子 可以做呼吸 所以它可以藏在土里边 它只有一小孔的这个空隙 它就可以呼吸 然后呢就成年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一年没有食物的话 它还是可以活下来 一年没有食物还可以活着 可以活 那它在水株缸里面吗 那在水里边也可以 现在养在 养在水里边 一般它是在水里边也可以呼吸的 就是边边这里 对对对 现在只看到尾巴而已 对对 看到尾巴 那边吃它的头 这样看到这样 那这边水竹缸的鱼 小鱼 都是它的食物 都是它的食物 对对对 它们真的会吃吗 会会 它会吃它会变小 不然你不相信 可能下午了 你又可能 减肥吃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谢谢 不客气 谢谢 前面 恐龙耶 出来咯 前面是第四館 三館跟四館的中间啊 这边有一个沙坑 可以给小朋友玩哦 这沙坑还蛮大的 今天不是假日 所以没有什么小朋友在这边 你看 觉得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这里放风 一个很大的沙坑 四館是画四館 我们进去看看吧 各种的画室耶 有的是贝壳 贝壳 海胆画室 珊瑚画室 还有螃蟹画室 这个很像奇迈博物馆里面的动物标本 先走往第五館啦 第五館就是最后一館了 一起来发现那些令人惊叹的地表巨生物 超乎想象的外表 与习性的史前大象就在前面 这边是一个清修室 清理画室的地方 不能进去看哦 所以现在锅里有点反光 真的这样子照 里面可以看到一些工具 桌椅 还有一些画室 把这一个画室 它从一直这样挖上来的时候 我们透过这个清修室 把它周围的位置 给大家清除掉 不如房源它当时所存在的光明 不如它新的秀明 这就是 算完啦 今天的阳光好漂亮哦 你看 从这个玻璃微幕看出去 外面的风景 最后这边还有一些问题 来看看它会是什么 一般野生大象的寿命 大概是几岁 应该有70岁以上吧 约60岁 那我猜的不远 大象家族 我们常遍布根底 它们起源于哪里 非洲吗 嘿我答对了 大象的耳朵 除了具有听觉外 还有什么功能呢 嗯 散热吗 真的耶 布满血管的耳朵 可以帮助大象 大象有效的散热 太好了再来一提 大象宝宝的出生体重大概几公斤 我猜 大概有100 诶完全猜对 我发誓这些题目我没有作弊哦 随便凡尸体全部打对 好了我准备换完了 人缺大概就是这样 我要往出口走 这就是非常看到的大树 这边真的很漂亮耶 出来了我大概逛了三个小时 然后我刚问工作人员这附近有什么吃的 他们说就是对面的Seven啦 新开的Seven 我们过去看看吧 Seven很近 等一下过一个马路就到了 这旁边是停车场 如果开车来的话可以停这边 可是停车位不多 大概 看一下大概30个左右吧 假日人潮多的时候会爆门 我们往前去找Seven 去找吃的 看到吗 前面有个三角形的Seven 这边等红绿燈 今天天气太好了好热哦 然后他们都除了Seven旁边 还有一个驿站 进去看看是什么吧 扭蛋机 面包区 跟一般的Seven差不多 其实这家Seven感觉还蛮大的 东西应有进了 饮料区 热烧鲜也有 牛肉 鸡胸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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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碗 海鲜菠萝 海鲜 中文字幕 李宗盛